哈囉大家好,我是貓咪馬屬 我們今天要來覺醒喔 我們今天要來覺醒獵人 那獵人呢,在復古裡面也是很好用的一個職業 那覺醒之後可以拿來吸魔 OK,那我們一樣購買地點呢 就一樣喔 就不說了 那我就直接來到我們獵人的所在地喔 OK,那我們就來劇情囉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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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呃 需要放回血戰略 嗯 好,換一下回血戰就好 OK 收成 真的嗎 會,那我們就拿邀請人給他看完之後呢 等了我很久 好,我們去 蓋一個地點 好 好 應該是很快就可以解決掉了 嗯 對 那我們一樣 好,動作就快了 好,一樣能不剪接就不剪接喔 一樣喔 就是直接雲風呈現給各位看一下就是怎麼覺醒的整個順序流程 好,那劇情的話就是 呃 我自己會回來再重看啊 就是可能會快速帶過這樣 好 那每個畫面稍微停一下 這樣 OK 就是稍微 齁 那如果要看劇情的就 稍微停對一下 有個紀錄這樣子 就是要看劇情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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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後就要看劇情的 就是要看劇情的 哪有三千 那可 我們來看劇情的 但劇情的 對 我們來看劇情的 就是要看劇情的 一千 你以為我們來看劇情的 是不是 很好 我來看劇情的 我還真的不知道 那稍微看完之後呢 我們來到姿勢 80個月的姿勢 那可能... 應該沒那麼快就結束啦 應該不是只有對話完就結束 應該還要經過一個場景等等 以之前拍攝好像大概是這樣子 那我這一次覺醒完之後 我影片會分批上傳 雖然我最近有些有人幫忙帶都可以覺醒了 但是就是分批喔 好 然後有人私信幾下問我說龍騎士 對龍騎士我已經遺忘他了 在這裡 對我的任務還完全忘記者 找時間就順便拍啦 OK那我們再來就是 有有有有 進入龍騎士 OK 點他就好了 點他就好了 我們就可以直接到廟地 都在這邊徘徊欸 回去回來 是不是應該幾個點 不要好了 因為我等等飛的話 就飛回鍊子等的地方 對 好 我們就這樣跑一下而已 OK OK 我猜測 我猜測 可能 可能到這邊就 對 16 好 我們擊敗 擊敗的話 獲得 別的 這個也需要打嗎 我們看可不可以直接跳過 稍微看一下技能 每秒扣 HD 好 射擊標 好 要解 就是他 好 這樣子吸魔 對吧 OK 那我們前往下一隻 咳咳咳 我們先標記按1 再按3 的時候就可以把他的能量 每秒20%嘛 好 每秒扣20%的能量吸光 好 然後其實這個職業在打部分非常好用 我所謂的是非常好用是因為 呃 因為可以把Boss的魔吸掉 你就可以讓他 無法讓他無法開技能 好 這是還蠻好用的 那賢者的部分 我們就 對 我們就動作快一點 咳咳咳咳 然後 我還在咳 所以 不好意思 好 一樣 標記 然後我們吸魔 雖然 這個PP不知道是幹嘛用的 對 OK 那我們就一樣先回第一個任務 那再來第二個任務呢 打下一隻 下一隻的話 他應該是叫我們獲得另外一個訓獸之力 哦 直接傳過來 真是太好了 我要看一下 指定雷獸 立即攻擊 呃 提升攻擊 立即召喚 立即召喚 哦 三個隻是可以召喚的 先召喚一隻好了 好 我們每隻都召喚看看 怎麼那麼恐怖嗎 哇哦 進化了 為什麼 哦 這招技能是 他只說提高血量上升 可是 不至於變成這個樣子啦 呵呵呵 好 沒關係 那 再來 應該是在這邊 好 打他 應該可以使用命令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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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噢 變回來了 噢 變大隻 噢 變大隻 OK 那再來就是 我們 把這邊的劇情解掉 感覺蠻快的啊 再來 回任務應該就是覺醒完的吧 欸 等一下 那隻 跟著我 Bug嗎 呵呵 這很明顯是Bug啊 好 沒關係 就給他Bug吧 無所謂 OK 那 基本上呢 獵人就這樣 覺醒完了 噢 動作非常的快 其實獵人的難度感覺低很多 嗯 那 就 獵人覺醒就到這邊咯 那喜歡我的影片按個喜歡啊 也可以訂閱 那我們下次見咯 掰掰 掰掰